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今年是2023年了 有人在网上就找到了10年前 就是2013年的时候 人民日报在微博上面发布了一个通知 他当时宣布人民日报正式的增版 增加版面 同时他说 在新的一年我们努力说真话写实情 有人就把这10年前的人民日报 曾经的言论拿出来 说10年前你们就承诺 说要说真话讲实情 但是过去这10年讲了多少真话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看 当年他发的这个微博 已经被删除了 就人民日报自己把10年前的 曾经许下的诺言 说要说真话 那个微博给删了 可想而知他们不仅没有做到说真话 未来也不打算做 或者说他们根本做不到 如果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你不可能把说真话当做一个你的标签 或者说当做你要努力的方向 说真话没有那么难 不需要什么努力 你就有一说一就好了 除非你是有政治压力的 你是有严格的舆论审查的 所以说你说真话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才说我要努力这么做 但最终结果 这10年看来也没有做到 而且未来也很难再做到 所以他们干脆就把10年前的这个微博 直接删掉了 其实我们对中国的舆论 对中国的媒体 早就已经是完全失去任何的信任了 过去大概十几年前 还有南方系 还说些真话 他们对一些社会阴暗面的揭发 改变了中国政府 在社会上的一些政策制度 这个是有利于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 生活的更自由 他们其实做出一定贡献的 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那些人 都已经该闭嘴的闭嘴 该移民的移民 或者说该转行的转行的 现在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 真正的调查记者了 如果南方系的媒体收声了 然后这些社会性的媒体 都被管制起来了 那更不要说这些中央级别的官媒党媒了 他们更不会说真话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现在疫情到底是怎么样了 官方的数据仍然是在造假 仍然是不说真话 我们无从得知 连世卫组织都非常的愤怒 全世界开始限制中国的游客入境 必须先进行核酸筛查之后 你才能登机 但是中国政府之前是不满 现在又变成了要反制 在多国加强了对中国游客的检疫后 中国威胁要用对等原则来反制各国 就是说你限制我的人 那我也要限制你的人 这完全是把这个疫情的问题政治化 共产党自己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疫情问题政治化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最讲政治的 这是2023年中国外交部第一场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所说的 外交部发言人都直接讲到了说 我们将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 那就真的有可能他们已经在计划这么做了 所以说这已经不是威胁的问题了 是真的要对等 真的要继续的把脱钩进行到底 继续的跟西方国家 各个国家 我之前不是给大家一个表格吗 所有的主流的发达国家都已经宣布了 都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乘客进行了新的措施 那么中国如果是真的对等的话 那就要跟全世界为敌了 当然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说 你做一个核酸检测就可以了 没有说禁止入境 只有少数的国家 像摩洛哥像北韩禁止中国人入境 如果中国对等的话 也会要求其他人入境中国的人 必须做核酸检测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开放的目的就要挽救经济 你想跟其他国家继续的 这个能够连接在一起 结果你现在还是要对其他国家 进行这样的所谓的报复措施 那你这个开放的意义何在呢 对吧 未来如果真的限制中国人入境了 大多数国家如果这么做的话 那中国也限制别人入境 那么不就是再次的 跟这个全世界孤立起来吗 中国政府非要说是 这些国家针对中国 但问题是事实是如此吗 这些国家他们 我之前说了 这些国家的政府 他们是民选政府 他们要为人民负责的 他们要求中国人 必须要做核酸才能入境的理由 是非常充分的 第一 中国的疫情现在非常严重 第二 就是中国的疫情数据 非常的不透明 所以说这些国家有这些新的措施 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这两点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说中国的疫情特别严重 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消息 都不是官方的消息 都是民间的消息 都已经告诉我们 到底疫情有多严重 有人就给我发了一些截图 在石家庄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波的感染 有人感染之后再次被感染 说比第一次感染还要严重 被彻底放到起不来床 而且按时间计算 大家年前都有被二次暴击的可能 就是春节之前 有人说可能第一次没恢复好 第二次暴击 直接变成重症了 说多养几次就可以预约殡议馆了 另外还有一个说 朋友是健身教练在深圳 两次养了之后 体重掉了30斤 另外还有人说他快崩溃了 他的小弟打电话过来说 小姨二姨他们才66岁 本来说新冠病毒不严重 太恐怖了 二姑大姨两位小姨 一共四个人全部都走了 说重庆很严重 死了几千个人了 天都快塌下来了 还有一个人说是在华为的杭州研究所东门 今天下午4点到5点钟 有一个曾经在我的母校 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学生 23岁的一个妹子 顶着新冠就来上班 结果猝死 而且还有人说收到消息 华为的终端部门有三个员工去世 我之前警告过多次了 这个病毒虽然它是奥米克戎 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是奥米克戎 我相信张文宏的判断 但是这里边 第一 这个奥米克戎本身 还是有一定致死率跟重症率的 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 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个百分之零点几 比例很低 仍然可能会造成 数以百万剂上千万人的感染 这里边也会有大量的重症跟死亡 这个绝对值仍然是会很惊人的 另外你还不知道 到底它有没有变种 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消息是在马来西亚 已经检测出在中国最流行的 这个奥米克戎的变异株 这个变异株BF7 是目前来讲 在奥米克戎这个家族里边 传染力最强的一个亚分支 它的传染性更强 隐匿性更强 而且管控难度更大 这已经是被中国官方所证实的 这个奥米克戎的比较厉害的毒株 现在已经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了 至少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长 已经宣布在马来西亚已经发现了 我就请问看到这么多的事实 这些国家如果稍微有一点点 负责任的态度 都应该去更加严格的管控边境 是吧 这有什么好愤怒的 这为什么非要去 有种敌视的态度 要去报复的措施呢 很明显中国还是把这个 当做政治挂帅 因为你伤害我的面子 影响我的执政合法性 和这个公信力了 所以说把这个看作是 你在对我的政治上打击 然后进行报复 不报复的话 显着我中国政府太软弱 共产党的当权者的脑子里 想的都是怎么来搞政治斗争 怎么来稳固自己的政权 而不是考虑到自己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另外一件事情更能反映出这一点 就是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都已经准备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之前美国也说了 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时你只要提出要求 我们随时帮助你 包括疫苗 包括特效药 包括任何东西 还有最近欧盟也表态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已经宣布了 说要向中国提供三种新冠的疫苗 来帮助遏制疫情 结果我们看中国的外交部的回应 说不好意思 我们不需要 说我们现在国产的够用 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在不停的吹 说我们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疫苗生产线 我们能够满足应接进阶的需求 第一 他没有对欧盟的这种表态 有任何的感激之情 第二 就是连需要都不需要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应付 但是如果我们应付不好 中国的这些感染者 阳性患者 仍然跑到全世界的话 你们不能挡我 你要挡我的话 你要给我们限制的话 我要报复你 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的表现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上次讲到了这个烟花革命 这个革命这个词 只不过是一个形容 但是你不能去较真这个语义 像什么茉莉花革命 什么香港的时代革命 还有白纸革命 对吧 这并不是真正的革命 但是只是人们这么称呼 只有是这个推动 整个体制的变革 才有真正的革命 如果非要去定义的话 那应该是更多的是 公民抗命的运动 或者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没有到革命的那个级别 但是毕竟我们不是搞学术的 不是写论文 所以说不用这样的较真 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以了 它只是一个代称 在之前的放烟花的这场运动当中 因为很多地方 它是允许放烟花的 然后有些地方是不允许放烟花 看地方的政府他们的这个管控的力度 那么在不允许放烟花的地方 或者说是限制人们放烟花的地方 那么人们就有抗争 就发生了这样的警民冲突 那这个冲突当中呢 在河南当时有一个警车是被掀翻了 在掀翻之前 有一个男子跳上了警车 去做舞蹈动作 结果这个人现在也已经被抓捕了 我们看河南当地的政府 还发了一个通告 说一共逮捕了六个人 其中就包括这个叫赵宇航的男子 有人说他是河南当地最靓的仔 其实我在这里边可以多说几句 做一点点的补充 就是之前我提到了 中国未来有两条路径 一条路径呢 就是不停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 各种各样的抗争 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包括这个哪怕放个烟花 都能够出现警民冲突 都能掀翻警车 未来这种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 这种混乱的局面会越来越多 而且它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更加的暴力 对吧 然后矛头指向政府 指向当地的执法机关 甚至指向党中央 最终这个共产党的体制 将会逐渐的瓦解 分崩离析 这是一条路径 另外一条路径 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继续的这个升级 它必须要增加更多的警力 要更多的投入到维稳当中 经济必然会继续的下行 因为它把大量资源 可能会更多的投入到党政军这块 只有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铁桶一般的 密不透风的 从上到下集权 专制 民间社会完全窒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就像朝鲜一样 才能够避免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的发生 而过去这几年 习近平上台之后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他是在试图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他又不想走得太快 导致这个跟西方的脱钩 这个在他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就真正脱钩了 这样的话也会让他一个措手不及 或者说他的资源跟不上他的体制的转型 那也会造成第一种情况的发生 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第一种情况也在发生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他在努力的去走回头路 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现在目前是这两条路线的胶着状态 这种胶着状态不会持续太长 他等于现在跟时间赛跑 他如果做不到 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个极权社会的话 那就肯定爆发第一种情况 如果社会先跑到前面了 这个体制跟不上 那就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是体制跑到前面了 社会跟不上 那就是第二种情况 但是你说这两个齐头并进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既要又要 你既想要这个维护经济的发展 想维护社会的稳定 同时你有想维护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统治 这既要又要是坚持不下去的 如果能够坚持下去的话 习近平过去也不可能 不停的走回头路了 对吧 西方也不可能开始要限制中国 要制裁围堵中国了 所以说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眼看走不通 那么下一步将会何去何从 这当决定了 未来这个短期内 中国社会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中国人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这个话题我们当然未来还会继续来讲到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